大家好,歡迎繼續收聽《月下地圖》IAMM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畫作是《撒濱婦女》 這幅畫描繪了羅馬歷史上一個傳奇故事的結作 它是西方歷史上最具傳奇色彩的一段時期創作 由一位傳奇藝術家繪製 傳說在羅馬早期,羅目羅斯率領的羅馬戰士捉走了撒濱族婦女 並綁架了她們,每一個人作為她們的妻子 在這幅畫作中,我們看到羅目羅斯的妻子 蒂圖詩、塔蒂烏詩 也就是撒濱人的領袖之女赫西利亞 帶著孩子,擋在丈夫和父親之間 年輕的羅目羅斯正準備用長矛攻擊撤對的塔蒂烏詩卻猶疑 相傳,當塔蒂烏詩攻打羅馬的時候 由於維斯塔征類塔培亞的半角 她幾乎成功佔領了整個城市 她為撒濱人打開城門,以換取她們手臂上所帶的東西 她相信自己會收到她們的金手額 相反,撒濱人將她壓死 並將她以她命名的岩石扔下來 《雅克勞役》大衛在1795年被囚禁 當時她已分居的妻子去監獄探她 她構思了這個以愛戰勝衝突和保護兒童為主題的故事 來讚美她的妻子 這幅畫亦被思維在革命流血事件之後 呼籲人民重新團結起來 她花了將近四年的時間來完成這幅畫作 不知道大家對這幅畫作又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告訴我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繼續分享其他 拜拜